1號,我是你的機器人服務員 你點的餐點已經到了 對 好快喔 那這一間呢,是我在Akoda 上面訂的 然後一個晚上是740幾塊而已 非常非常便宜對不對 那這附近啊,還有一間啊 也是這種無人旅店的 必須要自己自助check-in check-out的 好像叫傑斯旅吧 那我本來預期啊,這一間啊 應該是會有櫃檯啊,幫忙check-in check-out 結果呢,在客運上面的時候啊 服務人員就去打電話給我 問我說我什麼時候會到 我想說應該 一般來講都是24小時在營運的 然後我幾點到的話 應該對話來講沒有太大的差異對不對 結果呢,一到的時候 你看我後面 就只有兩台這個 自助check-in check-out的機器而已 那我們就看一下怎麼操作吧 Let's go 然後預約 然後預約 OK 然後我們拿到這個房 訂單號碼呢 輸入進去 7096 OK 唷,它有顯示出來了 然後 我訂的這一碗是700多耶 正平啊 對啊 要正確 確認 掃描身分證 喔 打開來之後 好的 那我們 確認完啦 結果呢 它出了一張啊 像是收據的東西 它是說入住期間啊 不要弄掉 結果呢 它同時也發簡訊給我了 然後有一個網址啊 我就輸進去 它是呢 check-in check-out啊 都是用這個app啊 可以去操作 那我們現在上樓也需要用到它 走吧 一進來啊 你可能會覺得 不知道要幹嘛這樣 然後也沒有特別啊 可以刷房卡的地方 這時候呢 我們就按 開啟這個 鑰匙 然後 它有一個 QR code 然後需要對準這邊 好 聽到B一聲之後呢 就可以按五樓了 一開始啊 我不知道的時候啊 我還在那邊按密碼 想說啊 是不是要按密碼才可以上去這樣 那時候就很糗 然後在電梯裡面啊 卡了大概五分鐘 好的 那我們看這個樓身圖啊 主要呢 我們入住的是501號房 那 右邊啊 這五間啊 房型啊 跟大小 基本上差不多 只有這兩間呢 507跟508呢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一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旁邊啊 這個是洗手台 然後 上面啊 是用石材的 這邊呢 是三個金框 所以有點復古的感覺 還蠻棒的 我覺得現在好像有一些被瓶都會這樣設計 就是說你拼起來會是一幅畫 比較有結合文創的概念啊 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都空的 可是看起來都還蠻新的 好我們來介紹廁所 廁所我覺得最大的看點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很英倫風 因為它的蓮蓬頭是這個 欸不行不行你好 其實它是有點復古風欸 對啊 跟以前的那種 講電話的那種畫機是差不多的 對啊 我覺得它是英國的那個時代 就是大家還在戴高帽子 然後打JuJu的那個時代的那個風格 嗯 很有畫面感這樣 會很有時代感 然後它這邊有直滑電 然後送的東西我覺得也還蠻漂亮的欸 這一條有點像是我們小時候吃的那個巧克力 我以為你要說明星花露室 然後你看它這邊有緊急通話按鈕 所以你看在這一層樓當中 在這一棟樓當中一定有某一層是服務人員 一定有 否則不會有這個東西 要不然它如果不在的話 它是要從哪裡趕過來 欸這個掛衣服的也很像那個打電話那個 的畫筒 對 上面這個啊也是完全烤的這種古銅色的 也是比較復古的感覺 然後它是免制馬桶座 欸就Sally來說免制馬桶座還算蠻高級 嗯還不錯 我們發現這個呢電視 它是可以伸縮的喔 一樣有那個電視壁啊 可以直接把它拉出來 但是它沒有那麼長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到太外面啊 對而且要小心一點 因為上面這個可能會掉 整體的空間 不太需要啊就是電視壁搖出來啊 它這個距離啊看起來是OK的 空氣清淨機 然後這裡是 有冷藏工人的冰箱 然後下面有兩罐水 對 垃圾桶 然後這個是保險箱 這個是手電筒 接下來這邊呢就是mini bar的部分 哈哈 商旅 商旅mini bar 簡單的烏龍茶 紅茶 三合一咖啡 對 它主要它是給兩份 就是左邊一份 剛好區分兩個人這樣 我覺得商旅這個很basic很ok啊 然後這個是快足湖 這裡呢就是辦公區 然後有一個點啊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整個房間裡面的插座非常非常多 像這個床頭櫃旁邊呢有兩個110的插座嘛 那這邊呢也有兩個110的插座 旁邊呢有兩個220的 一個小小的商旅裡面啊 基本有6到8個的插座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多的 剛剛我隨便摸一摸 然後就發現這邊有個燈 可以示範一次怎麼弄啊 哇 它是整個這樣翻出來的耶 然後啊它這個頭啊 是可以旋轉的 對啊 這個蠻實用的 我覺得這個小巧思啊 是真的很棒 這間房間的床啊 我個人覺得是算偏軟 然後有彈性的 但是啊 它不是那一種讓你睡得不舒服的 它躺下去啊 會把你身體鑲在裡面 那以上旅的等級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床啊 算是很舒服的 好的 那我們來叫個機器人送餐的服務吧 然後首先呢 進入這個APP裡面啊 它除了一些房內的功能跟系統啊 可以控制以外 這裡呢有一個機器人點餐 我們就把它按進去 這邊有推薦店家 跟就是比較熱門的商品 那我們就點這個推薦店家 然後這個時間點啊 因為已經十點半了 所以有一些呢 都已經關門了 那我們就點一些 還有在開的店家吧 這裡這個 春秋豆漿店 點進去 感覺好像就是在給你 好像是耶 然後這間店呢 它是有低銷一百塊 那有一些店家呢 它是不需要低銷 像麥當勞 只要點一份它就送這樣 然後最後呢 我已經點完啊 這邊購物車把它按下去 它零服務費 所以這是不用運費的意思嗎 所以在這邊 不需要叫付Panda 對 你自己看 它零配送費耶 對不對 待會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 機器人呢 是怎麼把餐點送到我們房間的 然後還有 店家到 機器人這一段呢 到底是誰完成的 我們去了解一下吧 前往五樓 所以這不會是要送我的吧 其實才過五分鐘而已耶 結果東西都已經送來了 不會吧 他現在停在我們門口這邊 然後我剛好聽到啊 就是 裡面啊 有打電話進去通知說 餐點已經送到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快喔 咻咻欸 其實大概就 十八十分鐘不到 你 按開門 你打 8 3 6 9 8 3 6 9 哇 哇 他說我會自斷關門 已經取物了 好的 那我們簡單來做個總結吧 首先呢 無人旅店啊 這個概念啊 其實從一年多啊 就已經陸陸續續產生了 但是啊 這是我第一次啊 在台灣體驗這種無人旅店 那我個人覺得啊 是還蠻新奇的 而且呢 他入住的價格 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一進來呢 我看到這樣的風格啊 跟他給的東西啊 我覺得是物超所值啊 那不曉得 你們自己怎麼樣認為 OK 那今天的體驗到這邊結束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擊訂閱以及關注 如果看到後續更多影片 記得下方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有任何啊 你覺得 更好的體驗 或者是更棒的旅店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推薦給我 那我是萊恩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我們搭電梯啊 本來要去五樓 結果 撒野按密碼 本來可以上去 結果 回到一樓 我去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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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